90年代的向阳村民风很淳朴,邻里相亲互帮互助,也不庇护,路不时宜。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淳朴的民风开始有了变化。 村里的吴木匠有个儿子叫吴强,因为学习成绩太好,上大学无望,念满高一就辍学了, 但他自己又不甘心在家务农,更没兴趣去学父亲南门木匠的手艺。 家里人商量之后,给他凑钱买了张车票,让他去城里投靠表哥,在工地上从最底层的搬砖工人做起。 而吴强凭借的农村人独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六年时间里组建了自己的工程队,挣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 回到村里的吴强自然要好好显摆一番,自家的私房被翻修以新,而最新的家电一样也不能少, 自己还买了辆小车,可以说是派头十足。 可吴强还是不满足,他总想着要再弄点什么动静,让村里人眼红一下。 前些天,惊人介绍,李强认识一个风水先生,人们都叫他宋人头,宋先生。 宋先生就跟吴强说,他奶奶的坟储在地势地洼,常年照不到太阳的地方。 按风水上的说法,老吴家的后人无论是健康还是财运都是受影响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千坟。 这一番话一下子说到了吴强的心坎里。 当年奶奶去世的时候,因为家里穷,葬礼操办得极其简单,而坟地也是就近找了一处地方,没去想什么风水布局。 吴强想,如今自己有钱了,可不能忘了仙人,一定要在村里找一处风水宝地,修一个漂漂亮亮的墓,好好安葬仙人。 同时之事也够让自己在村里面前出个风头,可谓一举两得。 既然下定了决心,这事就得麻溜地办下去。 宋先生按风水上的布局,在村子南面找出了一块风水宝地,于是两人定了个时间,在那天一早,这事就开始办。 吴强叫上了几个近亲,又过了几个工人,将奶奶的灌木挖了出来,小心地放在了车上。 车子很快来到了村子南面,可是还没动土,就出了意外。 原来这处地方竟有一家人在办葬礼,棺木也是葬到了一半,办事的主家叫丧彪,棺木之中便是他刚去世的爷爷。 这个人吴强认识,多年前他们爷爷被内会,还是关系不错的邻居。 这几年,丧彪靠中国书发了家,实力上不输吴强。 吴强赶紧把自己的来意表明了,他能找到这处宝地,显然也是有风水师傅在背后指点。 吴强子是无话可说,啥时得讲究个先来后道,好地方让人站了得重新想办法,毕竟奶奶的棺木还在车上亮着呢。 这时在一旁的宋先生眼睛一迷,脸上露出了一次笑意,他指了指东南面的一处地方,那边的地势也是极佳。 随后,宋先生又凑近了吴强,声音放低了很多,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此处修两处坟种,已经破坏了原有的阁。 不过你这个位置在上面还算震得住。 吴强心领神会,便使唤一旁的工人将车推过去,不一会就挖了起来。 才挖了一半,那边的丧彪便走了过来,他脸色不怎么好,吴强心里有底,估计是兴许的知道自己的位置吃亏了,想过来找茬。 丧彪倒也不绕弯子,直接开门见山。 吴强扑斥一笑,显得有些惊讶。 吴家这位置挡着我家的财运了,再说我们可是先来的,丧彪是个直肠子。 吴强被这么一说,心里也冒火。 丧彪一听这话也被点着了。 吴强脸色沙黑,朝着身后的工人便吼了起来。 要说这丧彪真是实在人,既然谈判失败,就只能拳头说话。 他抡起拳头就给了吴强一下。 吴强吃了这一下暗亏,也扑了上去,两人扭打在一起。 而两边的家眷也很快加入了这场群殴。 直到最后村委来了人,两边才各自收了手。 村长想当何时老,在一旁两头劝。 但吴强直接把话对了回去,一点都不给面子。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刚刚丧彪的人手多谢, 自己请的工人自然不会帮着大家,身边的几个书摆脸上都挂了彩。 这让吴强丢了大脸,最后他丢下一句话,扭头就走了。 回去之后的吴强依然没有平息怒火。 他很快联系好了一帮人,准备再杀回去。 吴强的妻子知道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出事,便劝了起来。 没过多久,村长也赶来了。 一番劝说知晓吴强还是没有改变主意。 可以说,吴强已经失去了理智,只想着报仇。 这时吴强突然感觉后背一阵疼痛。 原来是他老婆拿着棍子,结结实实在他背上来了一下, 吴强一个裂前,差点跌倒。 一旁的村长也是一脸错愕。 吴强站定以后,缓了一回,挥身想去质问妻子, 却也愣住了,直经妻子眼睛上翻,身体也是僵直异常, 归于孙子是不是闲折腾的还不够。 他刚想问话,却又背。 妻子的一句话给吓了回去, 这个声音明显不是妻子的声音, 更像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 他咳嗽数声,示意给他搬张凳子坐。 吴强照做了,带妻子坐定, 他又开始以老妇人的语气说话了。 只是吴强突然往地上一跪,气不成声。 关于之前和老丧家交好的事, 妻子是不知道的。 这种情况很显然是奶奶上了他妻子的身, 你现在就去给老丧家道歉, 不然我真要死不瞑目了。 随后,他指了指门外, 语气中带着命令的口吻。 吴强擦了擦眼泪, 迅速从地上爬了起来, 正要出门, 却和门口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吴强定睛一看, 不由得大吃一惊, 门口站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丧彪。 不过这时的丧彪也没了之前的气焰, 像泄了气的啤酒。 更奇怪的是, 他赤裸着上身, 身上绑着草绳, 丧彪眼神并不看吴强, 嘴上却嘟囔着, 随后他一闭眼显得有些不甘心。 吴强看到这一幕, 早就没了之前的怒火, 甚至还想笑。 他走进丧彪, 帮他解开身上的草绳, 彪哥, 您这是咋回事? 怎么弄得这么兴师动众呢? 他看着丧彪, 脸上冒出了问号, 丧彪也是一脸尴尬。 原来当时吴强走后, 丧彪就变得不正常了, 他先是肝偶了一阵子, 随后表情开始扭曲, 直喊肚子疼。 丧彪他妈在一旁心疼得直流眼泪。 谁知丧彪冷哼一声, 声音沙哑, 像是换了一个人。 丧彪他妈一听这个声音, 一下子跪了下来, 这个声音他不会听错。 只见丧彪一屁股坐在坟堆的旁边叹了口气, 随后他又指了指自己, 今天是这归孙子先动的手, 咱理亏就得先去赔罪。 说完, 只见丧彪站起身来, 开始脱衣服, 一旁的人无不错愕, 都摸不清这老爷子想要干啥。 只见丧彪把衣服脱完之后, 便是唤起一旁的母亲。 丧彪的母亲不敢不从, 真就找来了一根草绳, 把自己的儿子绑了个胡伦, 眼见着自己动弹不了, 老爷子恶狠狠地关照了自己女儿一句。 说完, 丧彪两眼一翻, 昏厥过去, 只躺了半个小时, 他才醒了过来。 等醒来之后, 他发现自己被捆着, 吓得差点哭出来, 但是没人上去帮他解绑, 他妈只是问他记不记得刚刚发生的啥事。 丧彪说刚刚自己做个了梦, 梦到了爷爷, 还被爷爷骂了一顿, 然后他妈便把刚刚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 听完后, 丧彪处理身冷汗, 因为在梦里爷爷也是这么交代的。 丧彪不敢怠慢, 自己的一时糊涂, 扰了仙人的清静是最大的不孝, 于是他一刻也不停地跑到了吴强的家里。 听完这些话, 吴强也是一脸羞愧, 毕竟这时是因他而起, 可以说自己的责任更大一些, 随后两人又重新商店的坟堆的位置, 做到了势均力敌, 这时才告一段落。 此后两家重新有了来往, 两人也有了不错的交集。 今天李宗平刚进家门, 就要出门去打牌, 没有工作的李宗平, 天天都钻在麻将室里打牌。 家里的日子只有李宗平的老婆在支撑着, 他每次都是说的一败涂地, 李宗平每次去打牌, 一去就是三四天不回家, 某一天半夜李宗平从外面回到家, 他老婆以为李宗平又没钱了, 可见李宗平从怀里掏出几落钱傻眼了, 李宗平说这点都是小钱, 以后还能赢比这更多的钱。 说他遇到了一个贵人, 就跟老婆讲起了赢钱的原因, 说有那么一天李宗平还是跟往常一样总输钱, 赢钱的人看他输光了, 就不跟他打牌了, 他有点恼羞承诺地离开了棋牌室, 刚走没几步, 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叫他, 那人跟他说让他去拜拜神就能转运, 李宗平平时可没少拜那些财神, 没有一次发财的命。 那个人说李宗平之前拜的都不靠谱, 就带李宗平去拜一个能发财的神, 那人开车把李宗平带到了一片树林, 李宗平跟着那人往树林里走去, 在树林深处有一座神像, 被红布盖住了头, 那人让李宗平用头发去拜那座神像, 李宗平二话不说, 从头上扯下来几根头发, 放在那座神像面前的碗里, 就算弓了下来, 跪到那座神像面前, 双手合适让他把靶子摸, 突然一阵风吹开了那座神像头上的红布, 那座神像的半边脸都破碎了, 李宗平看着眼前有点吓人的神像, 心里有点后悔拜了神像, 从拜完神像之后, 李宗平就开始转运了, 钱也是赢的很多, 在牌桌上赢钱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偶尔输那么一次, 可每数一次牌李宗平就会感觉凶了, 他老婆就劝他别玩了, 他就是不肯听, 李宗平每次回到家都赢了不少钱, 身体状况却是日渐消瘦, 以前150斤的体重, 短短一个多星期就掉到了100多斤, 他老婆根本就劝不住他, 李宗平出事那天走路都在摇摇晃晃, 又跑到了棋牌室打牌, 刚开始赢了几局, 出错牌给对面那人点了一个炮, 李宗平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爬在地上就再也起不来了, 还有拨打了120, 李宗平被拉到了医院, 等李宗平他老婆接到消息赶到医院, 李宗平就已经不行了, 半个月的时间, 从150斤到临死只有80多斤, 他老婆想要了解死因, 要求医生尸检, 医生说李宗平身体没有任何毛病, 具体死因医生也没能查出来, 李宗平的老婆觉得事情跟李宗平拜的那座邪神有关, 就来到李宗平拜神的树林里, 他老婆按李宗平生前说的位置找了过去, 找遍了树林也不见那座神像, 李宗平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 到现在也没能查出他的死因, 李宗平每天缠着男人想行不轨之事, 却意外救了男人一命, 这天男人正像往常一样, 洗漱准备上班, 突然镜子里冒出一个面目猙獰的女鬼, 而男人并不感到惊吓, 女鬼见吓不到男人也觉得没趣, 便恢复了生前的模样, 女鬼说男人是第一个看见他, 可以和他深度交流的人, 男人和女鬼交流几句, 就急匆匆去上班了, 男人来到总经理办公室汇报工作, 陈楠楠知道男人刚到领导岗位, 会有一些麻烦, 所以不断给男人打气, 陈楠楠突然想起, 昨晚加班有一个职员11点多来汇报工作, 却是以前的一个工作进度, 便问男人, 男人很迷茫, 因为他负责的部门并没有叫李刚的人, 陈楠楠听了也觉得奇怪, 因为昨天李刚报的部门确实是男人所负责的, 可男人部门不到30人, 他不可能记错的, 男人回到自己负责的部门, 觉得有些蹊跷, 便询问起部门是否真的有这个人, 老张听到李刚的名字时, 停顿了那么一刻, 才回答男人的问题, 他现在不在这里上班了, 男人知道了答案, 准备去工地看看, 刚到大厅, 就听见女人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也许是鬼呢, 男人并没有回头, 因为他听出了是谁, 男人觉得女鬼天天跟着自己, 询问女鬼, 鬼一向不是都怕阳光了, 原来男人的身体左扬右阴就像太极一样, 而女鬼就是躲到了男人基因的那边身体, 男人听了女鬼的话, 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有这样的能力, 显然不想让女鬼再跟着他, 女鬼看男人想甩开他就急了, 但男人已经跑出去了, 而女鬼却被阳光困在了大楼里, 男人忙完工作回到家发现女鬼已经回来了, 男人知道一下子没办法打发女鬼走, 便和女鬼约法三章, 毕竟女鬼也是女的呀, 男人和女鬼深度讨论到深夜财税去, 而陈楠楠还在公司加班, 就在陈楠楠埋头工作时, 一阵敲门声传来, 抬头一看表已经11点55了, 进来的人正是前一天汇报工作的李刚, 李刚突然拿出一份文件, 便开始汇报下来, 陈楠楠能听出来这份报告很详细, 但是汇报的内容还是和昨天一样, 这让陈楠楠很不开心, 觉得李刚就是来消遣自己的, 李刚听到陈楠楠不愿意听她汇报工作, 突然就发怒了, 发疯一般的怒吼着, 吼完后李刚摔满而出, 而陈楠楠也被吼猛了, 从来没有人这么凶过, 第二天男人刚来到公司, 总经理秘书就叫男人带李刚过去一下, 真是恰巧同时小汪路过听到, 他很好奇为什么总经理会找已经死去的李刚, 原来李刚在上个月的一个工程里就死了, 现在已经做完了, 前任经理调离后男人来的, 所以不知道, 男人将这件事汇报给了陈楠楠, 而陈楠楠也并不知道李刚死亡的事实, 而男人怕他有危险, 便找了托词, 让陈楠楠今晚不要再加班了, 书会找人为李刚的鬼魂抄斗, 到了下班时间男人留在了办公室, 等待李刚鬼魂的到来, 就在男人睡得正香的时候, 李刚的鬼魂现身了, 而李刚也并没有注意到, 人是不一样的, 男人抬头看了一下表, 11点55分, 而他也没有打断李刚汇报工作, 原来李刚汇报的材料中指明了上一期工程材料不达标, 前任经历隐瞒不报, 导致李刚被他方的材料活活压死, 李刚汇报完后, 男人走到李刚身边, 向你说明了他才是那个死亡的人, 而李刚听到这句话被刺激到, 他觉得他的死都是领导的不作为导致的, 突然李刚冲向男人, 他想要领导血练血肠, 吓得男人赶紧去掏索魂境, 口袋里却空空如也, 心想今天要丧敏于此了, 就在李刚快要接触到男人的时候, 突然向后飞去, 一看女鬼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什么挣扎都挣脱不了, 男人不忍心一个为公司为其他人负责的员工, 去了因为领导的不作为而死, 就这样, 男人和李刚聊了一夜, 将所有前经理的犯罪证据收集到, 第二天向陈楠楠做了说明, 而陈楠楠也报了警, 李中平一家刚搬进城里新房, 就发生了诡异的事, 说起李中平打小就没了爹, 全靠老娘把他拉扯打, 李中平和老娘闲聊几句, 因为大家都忙活了一天, 便回屋早早睡下, 第二天一早, 是不见老母亲起来吃饭, 敲门也不见回应, 两口子都觉得奇怪平日老母亲都会早起, 便推门进入查看, 看见老母亲躺在炕上, 对自己的呼唤毫无反应, 一种不想的预感涌上心头, 试了试老母亲的鼻息, 这才放下心来, 想肯定是搬家累着了, 老母亲一觉睡到了晚上才起来, 李中平一家三口正在吃晚饭, 李中平叫了生娘也不见回应, 坐下来蹲起饭碗,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李中平从没见过母亲吃饭吃成这个样子, 娘, 您慢点吃, 别噎着, 李中平怕母亲这吃法会撑坏, 就劝母亲, 可母亲露出一副吓人的表情, 冲他糊糊吼了两声, 吃光桌上的饭菜, 把碗筷一摔, 起身回了屋, 李中平心想难倒, 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伤心难过, 心情不好, 打算进屋去劝母亲几句, 可他刚进屋叫了一声娘, 老母亲猛地回头那样子比先前更加吓人, 从我家里滚出去, 滚出去, 咆哮之推散李中平, 让他从家里滚出去, 李中平不知怎么让母亲生气了, 心想让母亲一个人待一会, 也许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只能回了自己屋, 直到半所才睡, 第二天天刚亮, 李中平被媳妇一声惊叫吓醒了, 这才发现媳妇一直真爱的长发, 竟然被剪断, 儿子也不在炕上, 这个点儿子还在睡懒觉了, 接连发生的怪事, 让两口子神经紧张起来, 赶紧下地寻找, 两口子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时, 就看见儿子从仓库里走了出来, 正当媳妇要大声呵斥儿子的时候, 儿子把手里的箱矿, 举到了两口子面前, 两口子往照片上一程, 照片上有四个人, 看起来也是一家四口, 可让人害怕的是照片上的四人, 竟和反常的老娘, 还有被剪头发的媳妇一模样, 照片应该是原先的房主留下了, 媳妇心想会不会是房子不干净, 闹鬼, 两口子正各自猜测, 突然正房冒出黑烟, 屋子里着火了, 李中平想起老母亲还在屋里, 不顾危险冲进活海里, 惊讶的是那货竟是老母亲点着的, 他正拿着燃烧的床单四处挥舞, 李中平上前置之老母亲, 可老母亲一副猙獰的嘴脸, 说要烧死他这个不孝子, 老母亲举止怪异, 李中平只能背起母亲冲出火海, 可母亲一挣扎, 还是被掉下来的木梁砸中头顶, 虽然很多邻居帮忙扑货, 可房子还是烧成了废墟, 两口子看着新买的房子, 没几天就成了废墟, 心疼不已, 可一家四口都从大货中幸存下来, 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后来经过打听, 那座房子以前烧死过人, 因为儿子媳妇不孝顺, 逼疯了, 老母亲一把火点着了房子, 结果出了孩子死里逃生, 老母亲, 儿子, 媳妇都被烧死在了房子里, 李中平因毒瘾, 被众人设局欠下巨额赌债, 献他三天时间连本代理还清, 不然就占了李中平家的老屋, 李中平愁眉苦脸的回家, 躺在床上想着要怎么还着, 忘了一夜天花板, 也没想出来, 于是收拾行李准备出去躲动, 李中平来到爷爷家, 虽然爷爷有一些唠叨, 可毕竟也养了自己那么多年, 说是回来看看爷爷, 两人聊了点李中平工作的事, 当爷的一听脱关系, 给李中平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又辞职了, 就有点不高兴, 李中平根本不把别人的人情放在心上, 岔开话题, 对了爷, 我现在和一个朋友做生意, 还差了点钱, 你能不能借我点? 一听说要钱, 当爷的叹了口气, 说起李中平父母走得早, 都是爷爷供他吃穿上学, 可一个老农民除了地理刨时, 也没别的收了, 钱没弄到, 李中平也不敢回家, 就住了下来, 睡到半夜, 李中平让尿给憋醒, 刚准备开门, 就发现隔壁爷爷那屋还亮着灯, 爷爷坐在火炕边, 手里鼓刀着什么东西, 李中平心想指不定爷爷那藏了什么好东西, 不愿意拿给自己, 爷爷一边鼓刀手里的东西, 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什么, 一定要多转些年了, 要不然命就没了之类的话, 只见爷爷从座中内掏出一把上弦用的钥匙, 一边像和熟人聊天一样, 一边上了几周先, 起初李中平很失望, 可当他想起那口中的来历, 不由得心话怒放, 那种打他既是起就有, 一直放在柜子里, 第二天一早, 爷爷下地干活了, 而李中平满心欢喜, 把中抱在怀里溜走了, 拿去抵了原本四千块钱, 可离滚离滚到两万的账, 可他把中摆到金宝面前, 金宝却并不买账, 你他妈拿这么个破玩意, 就想把两万块的账顶了, 话没说完就要动手修理李中平, 站在金宝身后的崔大彪, 多少对古玩懂点, 这才说服金宝留下中抵账, 虽听说能值些钱, 可前后百能一通, 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就顺手把座中放在床头柜上睡觉了, 睡到夜里, 金宝就觉得越来越冷, 在他半梦半醒之际, 门只要一声被大理涂开, 吓得金宝一击灵坐了起来, 就见门外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呼呼地往屋里灌着冷风, 金宝连闻几声没人音, 锅里一会从门外飘进来一个人, 金宝看得轻轻的, 那个人脚步粘地飘进来的, 那是一个面如枯膏的老人, 看上去绝不是一个活人, 那老人满面怒容大叫着, 把中还往, 伸出骷如鸡爪的双手, 向着金宝扑了过去, 金宝来不及躲闪, 就觉得胸口一阵巨痛, 骷如鸡爪的双手, 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膛, 随后那老人拿起床头摆放的座中转身离去, 金宝用手紧紧地捂住胸前的伤口, 可根本无济于事, 金宝的惨叫声吵醒了他的老婆, 将刚才梦里发生的事, 给老婆讲了一遍, 再看看摆在床头的钟, 也还在原来的位置上, 只是现在却停止了摇动, 他心想一定是李中平在钟里动了手脚来祸害自己, 第二天便将李中平胖走一顿, 江钟摔坏, 李中平收拾起摔烂的钟, 越想越不对劲, 按金宝说的, 那老人鬼魂的样子不就是自己的爷爷吗? 李中平觉得是有蹊跷, 坐车回到爷爷家, 可刚到门口就见大门挂着嗓灯, 李老远看到灵堂一向上的人正是他的爷爷, 李中平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 离开时还好好的,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到了晚上一个大伯说, 爷爷就是因为李中平偷走了那个钟极火攻心, 一口气没倒上来, 让李中平活活气死的, 紧接着大伯又说出了关于那个钟的秘密, 原来李中平自打出生就体弱多病, 好不容易养多四岁, 更是染上风寒, 各大医院都治不好, 最后眼瞅不行了, 找到一个神婆给看, 神婆说李中平是个短命鬼, 在李中平父母的超能力下, 才答应给想个办法, 第二天神婆送来一个钟, 说那是续命的, 只要钟走一天, 李中平就能活一天, 打那开始, 李家人每天都会按时给钟上闲, 原来病入膏肓的李钟, 平一天天好了起来, 后来李中平的父母在一次意外中丢了信, 他也把钟接到手里, 在爷爷眼力, 那钟就是孙子的命, 不承向最后竟被李中平给偷了, 听完大伯的讲述, 想到他打小确实看着家人每天给钟上闲, 再想到金宝摔坏中的情景, 不由冷汗直冒, 在随后的日子里, 李中平的身体日渐衰弱, 短短数日就进了重症病房,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因付不起治疗费, 被搁置在走廊上, 死的时候已经面如枯膏, 双手死死地抱着左中, 男人在古湾市场八时逃到一个古湾铃铛, 夜里就引来一群大漂亮跟随, 可他回头却什么都看不到, 这天我将八十元拿到手的铃铛带回家, 吃过晚饭, 查找古湾书籍却什么也没发现, 第二天上班我就把铃铛拴在了手腕上, 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叮铃的声音, 同事于小宇还问我这铃铛是哪里来的, 你说这个啊, 昨天我从文化市场逃来的, 说完还炫耀地在他面前晃了晃, 第一件怪事发生在午饭前, 我去了一趟厕所, 一边蹲坑一边无聊地拨弄着铃铛, 发出叮铃叮铃的声音, 就在我把弯铃铛的时候, 突然感觉门外好像有人, 那种诡异的感觉让我很不安, 谁, 谁在外面, 可根本没人回应我, 就在这时, 厕所隔断下面的空隙, 一个阴影正慢慢地向我移动, 可总感觉那黑影不是人的影子, 我还是壮着胆子, 从外面喊给自己壮胆, 并迅速结束战斗, 提上裤子, 谨慎地推开厕所的门, 却并没有想象地难看到可怕的东西, 厕所里空空荡荡, 什么也没有, 我写了把脸, 想让自己清醒清醒,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心想自己以前可没这一神一鬼的毛病, 今天这是怎么了, 就在我发愣的时候, 突然在镜子里看到身后的墙角, 好像站着一个人, 我惊恐地回头想看个清楚, 当我回头看去, 墙角根本没有人, 心想会不会是自己看错了, 可我还是想起了民间的一些说法, 镜子里面可以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当我再看镜子的时候, 那个黑影已经到了我的身后, 我尖叫一声, 快速转身, 可身后依然是空空荡荡, 而我确信刚刚有人站在我的身后, 我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那种感觉不会错的, 自从那感觉出现后, 我整天都缓缓呼呼, 总是不自觉地回头看, 弄得同时都笑话我是不是有毛病, 而那种感觉也愈发强烈, 总有一种被尾随的感觉, 甚至后脖梗都能感觉到它的气息, 可每次感觉它要碰到我的时候, 回头却什么都没有, 可当我在转身, 那种感觉又会出现在我身后, 而且我感觉到不止一个, 而是很多个跟在我的身后, 这种感觉让我睡眠不足, 精神恍惚, 最终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正赶上我一个乡下的亲戚去世, 以奔丧帮忙为名, 跟公司请了两天假, 换换心情, 当我趁着空闲时躲到外面抽烟, 恰巧碰上了负责办理白事的刘大白, 就递了根烟和他聊了下来, 刘大白在我们老家那专门搬主持白事, 平日我叫他刘叔, 在我点烟给他的时候, 他瞥见了我手腕上的铃铛, 在我给他点烟的时候, 他问我这铃铛是哪来的, 我没想到他会对这个好奇, 就举起手让他看, 说了铃铛的来处, 想到刘叔会主持白事, 就说出了最近遇到的怪事, 刘叔接过我递过去的铃铛, 看了看还闻了闻, 你, 你怎么敢把这东西带在手上, 然后就和我说起了这铃铛的来历, 原来这铃铛叫隐婚灵, 是给死人用的, 过去医疗条件不发达, 很多时候人是假死状态, 只是失去知觉, 生命体征不明显, 却会被荡成真死而下葬, 那时候都是屠葬, 棺木诱后又种假死之人, 在棺木里醒过来, 也没办法从棺木里出来, 最后被困死在棺木中, 后来有人做了这种铃铛下葬的时候, 绑在死者手腕上, 如果醒过来摇晃铃铛, 会发出一场清脆的声音, 被棺材外的人听到, 刘叔说隐婚灵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 带着隐婚灵而死的人, 要把铃铛交到领路的阴差手里, 阴差会把铃铛挂在腰上, 灵魂跟随着铃声走在黄泉路上, 不会迷路, 如果下葬的时候没带隐婚灵, 就会迷失在黄泉路上, 变成孤魂野鬼, 刘叔说我把这种铃铛带在身上, 铃铛发出的声音, 会把周围的孤魂野鬼招来, 后来刘叔把那个铃铛拿走, 说是帮我处理掉,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被人跟随的感觉, 半夜, 男人的院子里总有人在推石墨豆浆, 那个人磨完就去了仓库, 过了一会, 带到老母亲住的厢房前, 放在门口的地上, 妈妈, 都将我给您放在门口了, 李中平愣住了, 这不是他自己的声音吗, 除了惊吓之外, 也不管那么多, 抄起木棍就走到黑影前质问他, 黑影也吓得回头一看, 李中平看到这个样子也很震惊, 在李中平惊呆的时候, 猫脸人跳到墙上, 越过墙下去, 消失了, 李中平本来想跟上去, 却被老娘拦住了, 别追了, 让他走吧, 李中平想问一个原因, 但妈妈不想说, 他高兴地看着手里热腾腾的豆浆, 带着他回到房子里, 关上门, 让李中平回自己房里, 不然儿媳妇又不高兴, 看着封闭的门, 李中平心里无畏杂陈, 很不好受, 回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他想起了童年的一些事情, 当时, 他母亲的眼睛还没有瞎, 他们家有一只叫黑猫, 李中平和那只猫关系很好, 他总是喜欢在脚边摩擦, 黑猫一直在他家, 生活了十几年, 直到一天晚上, 李中平的家人都睡着了, 但是孩子叫妈妈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李中平的父母都醒了, 他们以为李中平掉进了坑里, 但当他们站起来看时, 李中平躺得很好, 夫妻俩疑惑, 掀起窗帘往外看, 那声甜甜的叫娘声, 其实是自己养的大黑猫发出的, 看到这一幕, 这可以吓到夫妻俩, 心想这只猫不会成精吧, 李中平的父亲想起了一句民间话, 猫活了八年多, 会学说话, 学的样子, 最后取代家里的人, 必须处理, 李中平的母亲听说要杀大黑猫, 有些舍不得, 毕竟养了这么多年, 夫妻俩一时想不出别的办法, 只好先睡觉, 那天晚上, 黑猫一直在门外叫娘, 第二天, 李中平的父亲找到了一种方法, 他可以把猫赶走, 那就是把喂猫的碗放在门外, 通过人性的猫会知道这个家庭不会留下他, 看到要赶走黑猫, 李中平那是一个难过, 哭着不让他走, 黑猫也被证明是有人性的, 蹲在门口叫了几声,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回想起这些, 李中平只记得那只大黑猫, 给妈妈豆浆的碗是喂他的猫碗, 李中平第二天一早起床, 说要给妈妈磨豆浆, 还要带妈妈回来住, 媳妇也傻了, 这李中平时这么懦弱, 今天这么硬, 当李中平来到老娘家门口时, 他跪到母亲面前, 请求母亲原谅他, 老母亲也不为难儿子, 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李中平帮老娘回屋时, 墙外传来一声猫叫, 从那以后, 猫脸人再也没有来磨过豆浆, 这件事发生在2007年, 直到现在牛马想起来仍感到难以置信, 那年他的姥姥不幸离开了人世, 他便跟母亲前去见姥姥最后一面, 可令牛马感到糟心的是, 这大悲的日子并没有谁伤心难过, 长辈们都在里屋吵闹着分家产, 并且连他的母亲也不例外, 几人你以罪我一眼吵得面红耳赤的, 都在强调着自己付出了多少, 牛马健壮心里感到很是不满, 但是他也不敢开口制止, 自己的姥姥打抱不平, 在这期间,外面的争吵声一直就没停过, 渐渐的牛马就睡着了, 他在醒来时,天子已经黑了, 诡异的事情也在这时开始发生了, 当时,长辈们已经没有再争论了, 但牛马出去都不带睁眼看他们的, 他一脸严肃地来到了院子里, 打算先去毛坑里方便一下再说, 在释放加热冰空茶的时候, 他就在想该怎么劝说长辈们让姥姥下葬, 就在这时, 一旁突然响起了两下渗人的猫叫声, 牛马健壮赶忙提起裤子出了毛测, 却并没有看见哪里有帽的身影, 当他的视线看向里屋的房门时, 发现有个身材矮小的人走了进去, 这一幕让牛马感到很不可思议, 这人的身形像急了去世的姥姥, 于是他便赶紧冲进了里屋, 进屋后, 牛马就感觉到长辈们的异常, 他们满脸冷汗眼神害怕地盯着炕上, 牛马健壮事件也跟了过去, 然而他的瞳孔顿时就猛得一缩, 原来刚才那个书记的身影竟然真的是已经死了好几天的姥姥, 此时的姥姥一脸严肃地盯着那些长辈, 脸庞无数的蚊虫在飞舞着, 这下可把牛马给吓得不轻, 虽然他是姥姥最疼爱的外孙, 但是那也是在姥姥生前的时候, 在去世后的姥姥面前他可不敢乱来, 还没等牛马缓过神来呢, 长辈们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他们一边磕头一边认错, 哪里还有之前争吵是嚣张的模样, 看着长辈们吓得要死的滑稽样, 牛马是既感到害怕又觉得搞笑, 差点就没忍住笑出了声来, 见姥姥一直没有出声, 长辈们就悄悄抬起头瞅了一眼, 发现姥姥还是刚才那个姿势, 脸上也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几个长辈见状就认为姥姥还没有消极, 于是就又开始了磕头认错, 并且表示不会再为家产争吵了, 也就是这句话一出, 姥姥的身体向后一倒, 就重重地摔在了炕上, 看到这悲惨的一幕, 牛马才明白姥姥这样做得良苦用心, 长辈们也在姥姥倒下的同时, 起身查看见姥姥此时的状况, 见姥姥没有了任何的生命迹象后, 他们的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 似乎在这一刻才知道亲情的重要, 于是第二天天刚亮, 长辈们就叫来村民帮忙给姥姥出笔下葬, 当把姥姥给安顿妥当后, 大舅赶紧安排了一桌子菜, 她把两个妹妹叫上了桌, 表示要再商量一次家产的事情, 而这一次大家都出奇地谦让, 大舅健壮也没有再起私心, 她把家产平均分成三份给了两个妹妹, 看到这一幕牛马差点就哭了出来, 姥姥连去湿了都还在为这个家操心, 这样的景象才是她最想要看到的吧。 陈楠楠在逛街时发现一个白摊的老头, 摊位上只有一块鱼, 把鱼拿在手里, 感觉入手寒冷有些握不住, 而这鱼只要两百块, 就问起了鱼的来历, 你这年轻人真是麻烦, 你要是不买就拿过来。 陈楠楠看大爷生气了, 也不好说什么, 直接掏钱付给了大爷, 而老头拿上钱, 转身就跑了, 就好像身后有人吃他一样。 真是一同逛街的莉莉结完账, 看到陈楠手里的鱼一把拿了过去, 可没想到这一那么兵手差点掉地上。 回去的路上, 莉莉一听卖鱼的人什么都没说, 心里觉得这鱼八九不离时就是一块鱼, 莉莉一脸严肃地为陈楠楠解释着名气的由来, 名气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 这鱼也是其中之一, 鱼是一种通灵之物, 陪葬的鱼一般都是死者生前所带是死者的见证者, 一般这种鱼都不干净, 建议你不要留着它。 陈楠楠一听心里就感觉害怕, 可刚遇见鬼, 觉得自己不可能这么倒霉, 就将鱼留下了, 回到家早早就睡了, 可晚上就做了一个梦, 梦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叫西门的穷秀才。 西门早年父母双亡, 靠卖书化杜人, 也许是命中该有贵人, 一次感激遇到了傅家小姐杜小姐, 两人一见钟情, 杜小姐认为西门考个状元不是问题, 可西门确实摇头叹气, 因为没有钱, 便放弃了这样的想法。 杜小姐听了, 愿意用私放钱资助西门, 在赶考这段时间里, 杜小姐包揽了西门公子的衣食住行, 只为让西门安心读书。 赶考当天, 杜小姐将贴身玉佩交给西门, 让西门向自己身拿出来看看, 而西门也许下誓言, 考取公民后定八台大脚, 迎娶杜小姐。 西门走后半年时间, 也没西门的消息, 便排人进京打听消息, 带回来的却是西门公子已经成亲了。 杜小姐听了这个消息晕了过去, 醒来时她的父亲已经给她定了一门亲事。 结婚当天, 杜小姐穿着嫁衣在闺房上吊自荐了, 即便这样杜小姐依然怨气未了, 最后杜小姐的冤魂 钻进了自送给西门的玉佩中, 她又生生世世折磨西门, 突然杜小姐的鬼魂掐住了陈楠楠的脖子, 这陈楠楠就是西门的转世。 陈楠楠被吓醒, 脖子上还有掐痕, 立刻给解决办公室闹鬼的男人打去电话, 男人立刻带着女鬼来到陈楠楠居住的小区。 就在建了楼道时, 女鬼说她觉得自己可能不是女鬼的对手, 因为鬼能力的强弱, 是和怨气度和时间成正比的。 拿到狱后女鬼发现, 这狱已经积累了几百年的怨气, 不是轻易可以化解的。 这样的东西在身边放久了, 一定会受其影响, 轻则噩梦缠身, 重则会受其支配, 做出可怕的事情。 男人只好开车十几个小时, 来到一位高人的住所。 简单寒暄几句, 男人直接把语交给了五爷。 五爷端下了一下, 确定了男人的想法。 如果男人不及时将狱派从陈楠楠身边拿走, 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五爷见识过, 有两种方法, 一是画幅封印, 让怨气波及不到他人, 二是座场法师请高僧诵经感化超度, 而这一切全都有我爷处理。 自从陈楠楠让男人把语带走后, 也不再有噩梦缠身, 对于他来说也是个不错的教训。 我像往常一样在等地铁, 突然看见一个老乞丐, 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乞讨, 看起来很可怜。 当时我心血来潮, 就给了他五块钱, 转身就要离开了。 这时, 老乞丐抓住了我的手, 我以为我给他的钱少了。 没想到老乞丐从身上摸出一枚硬币, 塞在我手里, 让我一定要接受, 告诉我要好好保管, 不然我就会死的。 我只是想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但地铁来了, 我不得不先上车, 回头看, 他仍然站在原地看着我, 不停地告诉我要带好硬币。 看着手里的硬币, 我以为他脑子可能有问题, 所以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中午和同事昆昆聊天的时候, 我说起了早上发生的一切, 他很感兴趣, 想看看乞丐给我的那枚硬币。 当我从口袋里掏出硬币时, 我目瞪口袋, 不知道硬币什么时候, 变成太极图案。 我记得那是一枚普通的硬币。 就在我想再仔细看的时候, 硬币突然莫名其妙地飞了出去, 在地上滚得越来越远, 然后扑通一声掉进了下水道。 我在下水道前站了十几秒钟, 越想越奇怪。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我回头看了看我和昆昆刚刚休息的地方, 楼上砸下来很多钢结构, 巨大的灰尘使我的身体 第二天, 我拿出所有的积蓄去找老乞丐, 想感谢老乞丐的救命之恩。 然而, 他把钱放在我手里, 笑着说, 这钱我不能要, 我没有那个命的, 要不, 你请我吃顿饭。 说实话, 在我看来, 这个肮脏的老乞丐, 就像传说中的活菩萨。 吃饭的时候, 我问他会不会预言, 但他一直拒绝承认, 好像完全忘记了昨天的事情, 但他也知道这不能愚弄我。 他先是抬头倒了一瓶二锅头, 然后叹了口气说, 他的名字叫李中平, 二十年前是一位富商, 经营着一家大酒店。 就在他兴高采烈的时候, 他遇到了竞争对手, 在他的酒店对面开了另一家酒吧, 他的档次和人脉都比他高很多, 导致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从而产生了报复对方的想法。 李中平让伙计找来黄大仙, 听了李中平的计划后, 大仙表示, 他不敢做这种断人财路, 伤天害理的事。 然而, 在李中平的超能力下, 黄大仙同意了, 并为李中平想了一个非常恶毒的手段。 他让李中平到街上找个乞丐, 拿着他乞讨的碗, 在满月之夜把破碗埋在对面商店门口的地下。 这是一种压制胜利的手法, 据说可以让受业人在短时间内破产, 家庭破裂, 妻子离子散, 送走黄大仙。 李中平带着他的伙计, 来到一条死胡同, 一个肮脏的乞丐通常睡在这里。 李中平拿出一百元买了乞丐的破碗, 但没想到的是, 老乞丐竟然拒绝了, 而是把破碗紧紧地抱在怀里, 说这是他的宝贝, 再多钱都不卖。 李中平看到老乞丐铁心不卖, 突然生气了, 和火鸡一起把老乞丐揍了一顿, 把破碗拿了过来。 李中平转身离开了。 出乎意料的是, 刚刚被打敌老乞丐突然坐起来说, 今晚是满月之夜, 伤天害理的是要少做。 老乞丐似乎知道他们想做什么, 并建议李中平保持善良的自己, 被嫉妒和仇恨冲昏头脑, 失去了理智, 什么也听不进去。 那天晚上, 趁着夜色, 他们把破碗埋在了对方酒店店门口的地下, 没想到这一招真的管用了。 第二天, 他看到对面的店因为死舍赌场, 经济纠纷被查封。 就在他骄傲的时候, 一群小混混冲过来打了他一顿, 把他的店砸了。 直到他看到对面的店主和黄大仙站在一起, 他才明白黄大仙把他给出卖了。 从那以后, 他开始一蹶不振, 最后破产, 妻离子散, 沦落为乞丐。 之后遇到老乞丐收他为徒, 向他学习了十年。 老乞丐的奇怪经历, 让我扮想都没回过山来。 当我看到老乞丐显然不想多说话时, 我站起来和他说再见。 当我离开时, 老乞丐读了两个像诗和歌一样的词。 人行一善必有一报, 人行一恶必有一果呀。 女孩十八岁那年, 突然就不爱吃饭, 女孩父母隐约听到, 孩子屋里有两人聊天的声音。 这可就怪了, 老两口一直在家, 并没见有人进女儿屋里啊。 李中平一把推开老伴, 开始用肩膀撞门, 没撞几下, 砰得一声门就开了。 李中平一个跨步进了屋, 可四下打量屋里除了女儿燕子, 并没有第二个人。 老两口走到燕子身后, 他才有所察觉转过身来, 可几日不见, 原本鲜活的女儿竟变得如此憔悴, 着实让人生疑, 燕子妈一再追问女儿。 你这是在和谁说话? 你这都多少天没正经吃饭了, 你要成仙啊你。 起先燕子并不肯说实话, 只是推托说自己不饿, 可当妈的看出女儿是动了情绪。 可男方是谁却不得而知, 老两口一再逼问下, 燕子说几月前, 有一晚他正在房中酣水, 呼听有人换他的名字, 他起身查看, 是一个穿着古装长得极为俊俏的男子, 男人伸出手倾引他离开房间, 燕子只觉脚下如腾云驾舞 随男子进了豪宅, 眼见之处让人神明, 酒菜请燕子坐了下来, 眼前美食燕子从未见过, 燕子不顾女子该有的筋驰, 大口吃了下来, 男子坐着一旁, 喊情默默地看着燕子, 眼中满是柔情, 吃过佳肴, 男子带燕子来到庭院赏花, 燕子虽没打过扑克, 却陶醉在貌美男子怀里, 直到次日天明, 想到梦中与男子的种种, 不由得两颊飞鸿, 更奇怪的是, 梦中所食, 狠食冲击, 以至于燕子几日不吃不喝也无饥饿感, 听完女儿的讲述, 老两口心之不妙, 没在女儿面前显怒, 腿出无腕, 过了些日子经多放打听, 找到一位隐射有道之人, 此人姓马, 曾是龙虎山上的道人, 后来坐了乞丐, 可刚进院子, 马真人就瞪大双眼, 望着宅院, 大事不好, 你看那家宅之上妖气冲天, 马真人差遣李中平到街上找些牛粪除妖, 马真人进了屋, 发现燕子的房门满是妖气向外弥散, 等了片刻, 李中平端着牛粪跑了进来, 马真人便交代老两口, 用牛粪把房间里每处墙洞都堵严实, 交代完, 三人推门进入房间, 燕子却浑然不知, 只是已经说得没了人形, 老两口马里的江湖屋里每一处孔洞, 用牛粪疯了起来, 全都半妥后, 马真人说了口气, 说是没事了, 可忽然眼睛转向了身后, 原来是柜子上一个看不见的孔洞中, 马真人眼急手快, 手中的打狗棒奋力刺出, 一共给大耗子搓了个透心凉, 没折腾几下就死透了, 大白鼠死透了, 燕子也随之扑腾一下, 扑倒在梳妆台上没了知觉, 这可把了两口吓坏了, 连忙上前查看, 马真人却说燕子被白老鼠迷得阳寿将近, 还能再活几年, 老两口跪倒在马真人脚下, 求马真人救燕子一命, 可马真人却连连叹气, 说那白鼠修炼了百年之久, 才能迷惑于人, 燕子更是被迷得久了, 原神损伤也就还有个三五年寿命, 若白老鼠不死, 怕用不了几天, 马真人说完便告辞离开, 而燕子也应了他的话, 只活到了二十又三便离世了, 几人来到停尸房天台烧烤, 却差点死在了电梯里, 这天晚上, 于泽正在上班, 突然背后一个男人的声音, 把于泽吓了一跳, 回头一看, 是和自己同班经常瞧班的小王, 带着朋友要去烧烤, 于泽见几人连食材都准备好了, 就提议到天台上去, 小王听了于泽的话, 知道是要上公司楼顶, 瞬间脸色就变了, 因为老板曾经说过, 没有特殊情况, 任何人不得到楼顶上去, 于泽知道小王在想什么, 便主动承担起责任, 让小王放心, 于是几人兴高采烈地向电梯走去, 就在电梯刚到的时候, 楼上下来一个人, 是陈经理, 虽然这人比较好, 但工作却认真, 就下来, 那他就不用工作了, 陈经理一眼看到小王朋友手中的东西, 又恰巧要坐电梯, 瞬间就明白了, 怎么, 要去烧烤, 今天你不上班吗, 小王连忙否认, 说朋友过来给他送点吃的, 这就走, 陈经理没有追究, 说让他们三人注意安全, 就先走了, 小王听陈经理说是三个人, 回头才发现于泽不见, 心想这家伙不会是故意 把他带到陈经理面前的吧, 陈经理没走两步, 突然回头, 这段时间公司一直在招人,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 保证安全, 众人目送陈经理出了大厦, 这才松了一口气, 突然一个声音从他们背后传来, 你们怎么还没上去, 吓了他们一跳, 几人坐电梯很快来到楼底, 于是几人开始往外拿东西, 突然想起忘记带炉子, 余泽听了, 想起七楼还有在施工的地方, 应该还有砖头可以用来累造, 几人听后立即进入电梯按下七楼, 电梯门缓关上, 但却没有动, 几人等了会抬头看显示器依然还在楼顶, 忽然一向听觉很灵敏的小王, 似乎听到了什么示意大家安静, 几人顿时安静下来, 不多时几人都听到了若有若无的小孩笑声, 小王觉得商务楼里应该没有小孩才对, 一起按着电梯的按钮,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突然小王听到声音感觉更简, 就在这时, 电梯门突然打开了, 吓得几人顿时跑了出去, 有的甚至跌坐在地上, 吓得长发难, 说什么也不想呆了, 已经背下的尿裤子了, 还好天黑没有人看见, 于泽想起还有一个货梯, 显然客梯坏了, 而且几人也不愿意再乘客梯, 只能慌慌张张走进了货梯, 就在关上门的一瞬间, 于泽背对着小王他们, 露出了一丝冷笑, 几人在货梯里依然感觉害怕, 便开始催动住按钮的于泽, 突然货梯的灯闪了一下, 接着啪的一声就灭了, 几人吓得立刻大叫起来, 其中一人赶紧打开手机的闪光灯, 赶紧问于泽情况, 可却没人回答他, 而拿着灯的朋友, 却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于泽竟然不见了, 三人吓得不轻, 明明一起进的电梯, 为什么灯一面人就消失了, 两个朋友认为于泽是被鬼抓走了, 而小王并没恐慌, 说不定于泽根本没上来, 给于泽打去了电话, 手机接通后传来的不是于泽的声音, 而是一个中年女人愤怒的声音, 小王吓傻了, 于泽昨天就死了, 那今天看到的是谁, 小王突然想起今天发生过的事, 都说死了一个保安, 但他却没想到是于泽, 就在昨天, 本来需要两个人一起做的危险工作, 但小王自己贪玩, 还是偷偷瞧了班, 两个朋友听到于泽死的消息, 已经吓傻了, 直接贪坐在地上, 而另一个仰天大叫, 希望发现心中的恐惧, 但他却看到了更恐怖的东西, 小王发现朋友的异常, 抬头向上看, 天花板上有一张猙獰的脸望着他们, 这脸正是于泽, 原来昨天于泽被困货梯三个小时, 还无人发觉最后死在了货梯里, 于泽的话语中都是对小王的极度怨恨, 小王赶紧向于泽认错, 他不想死, 而另外两个人也赶紧撇清和小王的关系, 于泽大笑着将以前积累的怨气, 终于全部发泄出来, 顿时货梯已飞快的速度向下掉落, 几人处于失重状态,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紧逼双眼向上帝祈祷, 突然盯了一声, 电梯在十三层停下, 小王三人惊魂未定, 一脸疑惑, 电梯门打开了, 门前站着一个人, 正是离去的陈经理, 他什么也没说, 就是冷冷地看着小王, 陈经理用冰冷的语气问小王, 知道错了吗? 陈经理知道小王经常瞧班的事情, 小王心想赶紧离开这里, 所以立刻磕头认错, 陈经理让小王带着他的朋友赶紧走, 明天提交一份辞职报告, 陈经理看着落花而逃的三人, 心中也有愤慨, 这是陈经理背后, 突然出现一个人, 正是死去的余泽, 原来陈经理并不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一个理弃的经历, 让他有了一些异于查人的能力, 他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 关于余泽的死因他很清楚, 所以他并没有阻止余泽找小王泄愤, 只是让小王受了些惊吓, 一个将死的老头居然每天晚上都行为诡异的出门, 不放心的儿子就想尾随, 看看父亲到底去哪, 可没想到老头居然一路来到坟地, 还对着坟墓做起这种事, 这可把小伙下的差点叫出声来, 事情发生在2005年, 甘肃省定西市, 石泉乡马家村, 村民马宝家这一段时间都沉浸在悲伤的气氛当中, 马宝和他娘已经好些日子没有露出个笑容了, 因为马宝他爹, 马老头这段时间身体不醒了, 眼瞅着就是躺在床上等死了, 马老头得的是肺病, 这几年没少因为这个病遭罪, 各大医院走了个别也没治好, 这段时间是彻底倒下来了, 马宝的舅舅是城里大医院的医生, 过来看了几次, 劝着娘俩也别再浪费前置了, 抓紧回来准备一下后事吧, 别到时候啥都没准备的抓瞎, 老太太知道这是自己兄弟跟自己说实话, 也不能怪人家, 而且眼瞅着老头子确实不行了, 这陪着自己过了一辈子, 却走在自己前面了, 老太太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把老头从医院里拉回来后, 家里马上找人打好了棺材, 做好了兽医, 筹备半白石的一切, 剩下的就是娘俩寸步不离地守着老头, 都想再多陪陪多看看, 马老头这几天的情况更差了, 前几天还能喝点稀稀的粥, 可这会儿, 接连三四天眼睛都睁不开了, 更别提是东西了, 除了胸口偶尔的起伏一下, 几乎感觉不到一丝活气了, 马宝啥也不干了, 整天没日没夜地守着他爹, 生怕错过那最后的一刻, 就在这天晚上, 外面又是打雷又是下雨的, 马宝在他爹的屋里待了一宿, 一直到天亮时, 雨才停了下来, 马宝这段时间也确实辛苦, 到了后半夜, 实在坚持不住了, 怕在他爹的床上睡着了, 早晨一睁开眼, 却发现一只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爹, 竟然不见了, 这可把马宝吓坏了, 他爹那个身体情况, 咋能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可刚焦急地跑出门, 马宝却愣住了, 只见他爹这时正在院子里喂鸡呢, 马宝做梦, 也没想到会看见这样的一幕, 他爹明明眼瞅着就要咽气了, 怎么会这样, 虽然马宝心里犯嘀咕, 但是看着他爹不但能下床了, 而且精神也非常好, 满面红光的, 就像是以前的老肺病也没了, 这让马宝高兴坏了, 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刚开始家里还都认为, 马老爷子是不是回光返照, 可是接连这三四天啥也不耽误, 老爷子的身体是越来越好, 不单吃得多喝得多, 而且还能扛着农具下底干活, 这可让村里的人都觉得太神奇了, 虽说这些年长有医生把小病网大了治, 吓唬家属的事, 可这老爷子的病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也不能就这么轻易的好了呀, 马宝的表哥吴强为人直爽, 觉得奇怪, 就偷着把村里人的一些风言风语说给马宝听, 马宝嘴上没说别的, 但实际上心里也确实有些想不通的事, 正好这天没事, 表兄弟两个人找了个村里的小饭店, 点了两个菜喝起了酒, 席间说的还是马宝他爹的事, 要说奇怪, 马宝天天跟他爹生活在一起, 也确实发现了老爷子身上的一些奇怪的举动, 这是本来马宝是不想说的, 可表哥又不是外人, 加上有些事憋在心里也难受, 喝了二两酒就全都说了出来, 原来自从马老头的病突然很诡异的好了以后, 马宝晚上总是能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 当马宝睁开阎往院子里看时, 发现是他爹每天后半夜都会出门, 马宝一是担心他爹的身体, 二是也奇怪, 这大半夜的老头不睡觉要去呢, 就赶紧穿上衣服跟了出去, 只见他爹手里提着个塑料袋, 慢慢悠悠地往村外走去, 这下马宝就更奇怪了, 村外都是庄稼和野弟的, 大半夜这是去干什么, 马宝就没叫他爹, 一路上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跟着, 他爹那时好像意识不是很清晰, 竟然也没有发现, 转悠了半天, 老头竟然来到了西山一处坟地里, 来到这处坟地, 马宝就是一机灵, 因为这处坟地他认识, 这是自家的祖坟, 只见马老头挨着一个坟头坐了下来, 然后从塑料袋里拿出了两瓶酒, 马老头给每个坟头都倒了一杯酒, 转圈倒在了坟头上, 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喝了起来, 马宝看不到老爷子的正脸, 又怕惊动他, 偷偷地绕着树林来到了坟地的另一面, 可等他绕过来, 看到爹的正脸是, 吓得差点叫出声来, 此时的马老头眼睛中没有瞳孔, 只有眼白, 还发着一种绿幽幽的光, 像是夜晚的动物眼睛一样, 硕硕放光, 看着别提多可怕了, 老头一边对着坟头喝着酒, 一边说着谁也听不明白的话, 直到都喝完了, 才起身晃悠着回了家, 这是马宝第二天一早偷偷地跟他娘说了, 老太太听了心里也是发毛, 但是也同样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 马老头每天晚上都去对着祖坟喝酒, 村里很多人都见过, 都说他那时候的样子, 看起来不像是个活人, 马老头渐渐康康地活了三年, 才突然又死了, 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女子进了一间不知名的泡庙, 竟然从人世间蒸发, 李宗平走进派出所想要报案, 说他女朋友不知道去哪了, 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那天李宗平说, 他和他的女朋友开车去旅游,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老头, 吓得李宗平向左猛打方向, 车身错过了那个老头, 车也撞到了路边的石块上, 李宗平下车想看看那个老头有没有被撞住, 发现车后面连个鬼影都没有, 他女朋友看着后面, 以为是自己看花了眼, 查看车后面确实没有人, 他们两个就开车进到了村里, 村里并不大, 路上看不见一个人影, 还有好多空房子没人居住, 他们两个远离大城市的喧哗, 在这里感觉非常的放松, 就在李宗平拿着手机拍照的时候, 他女朋友看到不远处有一间小破庙, 心中好奇的上前去观看, 就独自一个人进了那间破庙, 李宗平回头发现, 他女朋友进了那间破庙还没出来, 就有点担心, 他不明白他女朋友在破庙里看到了什么, 进去那么长时间, 他抬头向破庙看了看, 牌匾上的字漆都掉了, 感觉应该是一座山神庙, 李宗平进到破庙, 看到里面拱着一个不知名的神像, 他在那间破庙里翻了个便兆, 也没看到他女朋友在哪里, 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他女朋友, 把李宗平挤得跟那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 李宗平四周找了个便都没找到人, 手机也打不通, 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就去派出所报了警, 就派几个民警跟李宗平又去那破庙帮忙找了一遍, 又去村里问了还住在村里的老人, 可老人一听大吃一惊, 李宗平的女朋友进的是山鬼庙, 村里的人都不敢靠近那破庙, 那座破庙里供着一个山鬼, 李宗平的女朋友肯定是被山鬼当成贡品抓走了, 山鬼把人抓到哪里去, 没有一个人知道, 被抓走的人都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最后李宗平的女朋友被警方列为失踪人口案件, 在之后十几年里都没有找到李宗平的女朋友, 这是发生在我的老家江苏省苏州市下面的一个水乡小村, 是我小时候的亲身经历, 我那时只有七八岁, 在我家的前面就是一条小河, 而且在屋子后面还有一个小水塘, 村里人都叫白毛塘, 至于为什么叫白毛塘我那时并不知道, 只知道大人们从不让我们去那里玩, 说那里非常的邪, 但是我小时候并不懂邪是什么意思, 直到在那里出了一次时以后我才明白, 一次我在村里的小伙伴家玩疯了, 等到回家时天已经完全黑透了, 好在两家离得并不远, 我也没有人送, 就自己往家里走, 当时从那个小伙伴家里出来, 为了能快点到家, 我就从那个白毛塘附近的一条小路走, 路过白毛塘时, 我总觉得那里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似的, 可是几次回头却什么也没发现, 也就没往心里去, 可是那种感觉随着我越走越近变得更加强烈了, 我那时候胆子挺大的, 就停下来朝着那里多看了几眼, 可是那种感觉随着我越走越近变得更加强烈了, 我那时候胆子挺大的, 就停下来朝着那里多看了几眼, 只记得那一大片糖水离我越来越近, 等我再次有记忆时就感觉浑身特别的冷, 耳边还有爷爷的训斥声, 我发现我的全身上下都是水跟一只落汤鸡一样, 而且爷爷正抓着我的肩膀一边骂着我, 一边摇晃着我的身体, 我当时冻的牙齿都在打颤, 也说不出话来, 而且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只能任由爷爷不停地训斥我, 不过爷爷刚才也是吓坏了, 他一边拉着我往家走, 一边告诉我, 我刚才的恐怖遭遇, 原来爷爷见我这么晚还没回家, 心里有些担心, 就拿着手电筒出来找我, 爷爷去了那个小伙伴家, 直到我走了, 便沿着他家到我家的路一路寻找, 正当爷爷也绕到了这条小路上时, 一下子就看见了我, 爷爷当时一看到我就吓坏了, 他说我当时正往白毛塘里走, 而且我那时已经走到了糖水没过膝盖的位置了, 裤子都湿了, 还浑然不觉地往下走, 爷爷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就一边往我这里跑一边大声地叫着我, 可是我那时完全听不到, 也不理会爷爷, 继续地往深水出走, 爷爷说, 我那时完全没有意识, 像个木偶一样, 好像是感受着什么招引, 就那样机械地, 不停地往水里走, 爷爷看出来, 我应该是被什么东西迷住了, 眼瞅着糖水就要没过了我的胸口, 爷爷赶紧也跳进了白毛塘里, 还没等爷爷靠近我, 就看见我好像身体一软, 一下子就淹没在了水中, 这一下可把爷爷吓坏了, 赶紧跑到我的跟前, 我从水中捞了出来, 爷爷说我那时还是没有意识, 好像是昏迷过去了, 爷爷赶紧抱着我, 把我拖上了岸, 说我差点让那糖底的白毛鬼抓了提身, 说来也奇怪, 一到了岸上, 我脚下没有水了, 马上就醒了过来, 不过对于刚才的一切我全都不记得了, 爷爷怕我着凉赶紧拉着我回家, 因为我恢复了些精神, 听爷爷说的白毛鬼就有些好奇, 缠着爷爷跟我说说, 爷爷说, 事情还得从十年前说起, 这片水塘那时还没有名字, 是村里的公用水塘, 村里人交地, 洗衣服, 洗菜什么的都会到这里来取水, 那时人们都很喜欢这水塘, 平时也会经常在这里乘量聊天的, 可是有一天早上, 村里有个早起的村民过来挑水, 却在水塘里看见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那人吓得尖叫了一声, 挑的扁担和水桶也全都扔到了地上, 原来在那水塘里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具浮尸, 在水中已经不知道泡了多久了, 长得白乎乎的, 此时正服在水面上来回地晃动着, 大家赶过来七手八脚地把那具尸体打捞了上来, 但以为是尸足落水淹死的人, 打捞上来找到家人埋掉也就算了, 村民们都吓坏了, 要是村里出了白毛僵尸, 那还不得祸害人祸害牲畜的, 所以在村里老人的指挥下, 大家找来了很多木柴, 把那具长的白毛的尸体给烧掉了, 当时爷爷也在场, 他说那具尸体一烧着就不停地冒着白烟, 而且散发着浓浓的恶臭, 当时闻到的人都头晕了好几天, 从那以后, 这水塘就被大家叫做了白毛塘, 但是说的也怪, 村里经常有人在那里莫名其妙地被烟死, 那天我差一点出事后又过了没几天, 那个白毛塘里又烟死了一个人, 是村里喝醉走夜路的村民, 村里人实在受不了了, 就由村民们一起出钱, 过了几辆大车往水塘里填了好多的沙土, 把白毛塘给填平了, 虽然水塘没了, 可是那个大土包让人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个坟包, 所以村民们还是觉得那里很邪乎, 还是没有人敢靠近那里。 故事的主人公牛马是一个户外的视频博主, 虽然这几年短视频和直播的爆火让他转的一点, 但为了增加视频流量, 牛马和他的团队还是开设了一个 恐怖板块, 那就是到一些传说中的鬼屋和凶宅冒险, 然后用手机记录下全过程剪辑后再发布, 但很多时候牛马都会特意布置一些道具, 然后装出一些见鬼的表情, 可也有那么几回是真的撞了鬼, 并且还差点弄出了人命, 而那次的凶宅之旅是一个粉丝给提供的地方, 据说在十几年前那里发生了凶杀案, 女主人被凶手勒死后还残忍地毁坏了尸体, 等到被发现时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而在凶案发生后, 经常有邻居能听见房子里传来的尖叫声, 为此大伙纷纷都搬走了, 时间一久这个房子也就变成了远近闻名的鬼屋, 于是在事发的那天傍晚, 牛马一行四人便相约在那个凶宅的门口见了面, 而那里也果然是很荒芜, 房子已经被爬墙湖给包围, 乍一看都不知该从哪里进门, 不过别墅的内部却是很普通, 客厅里已经没什么家具了, 看起来和普通的废宅子也没什么区别, 虽然牛马对此习以为常, 但为了节目效果, 他们便开始布置起了一些机关, 原本一开始都挺正常的, 每个人的演技也都很到位, 然而诡异的事情却突然地发生了, 也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阵风, 把窗帘吹到了牛马的头上, 用力搅着他的脖子, 牛马以为是队员的故意整骨, 便大声地发出一阵尖叫, 可队员却认为是他在做节目效果, 连忙跑过来假模假样地帮忙解窗帘, 然而几人扯了半天也没扯开, 以至于牛马开始有了窒息的感觉, 慌乱之下他一使劲, 便把本就破烂的窗帘给彻底撕碎了, 脖子得到解放后牛马一阵地咳嗽, 可心里却对他们三个有些埋怨, 觉得他们是故意在坑自己, 但两个女生在场他也不好发作, 便让队员们赶紧找地方扎帐篷, 等扎好了帐篷, 牛马便把手机架在两个帐篷对面, 开了红外线的拍摄模式, 来拍夜间的情况, 然后他就和队员西八, 还有孟琴和陶陶各自接了帐篷, 其实那天他们给手机订了一个闹钟, 大概过半个小时就会响起一次脚步声, 打算在等待的时间里, 再拍点对话方便剪辑, 然而奇怪的是, 隔壁帐篷里却提前传来了陶陶的尖叫声, 文言牛马和西八对视了一眼, 都觉得这戏的开场早了点, 但碍于两个女生已经开演了, 他俩也不得不冲了出去, 然而一出帐篷, 牛马就发现, 孟琴毫无形象地在地上挣扎, 他好像是被什么给掐住了脖子, 嘴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呼救, 而陶陶此时也是影帝附身, 正跪在孟琴的旁边, 一脸无助地抓着他的胳膊, 可等牛马走近才发现不对, 因为孟琴的表情十分猙獰, 脖子上更是无端地陷下去了一块, 见此情形, 牛马连忙俯下身去帮忙, 虽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忙, 可就在他刚要靠近孟琴的时候, 旁边的陶陶稍稍一松懈, 下一秒孟琴就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往外一转, 此时的孟琴已经昏迷了过去, 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 身体就像一条破步似的被甩了出去, 见此情形几人都被吓傻了, 西巴赶紧跑过来抱起了孟琴, 几人啥也没拿赶紧开车把孟琴送去了医院, 不过好在离开了那栋别墅后, 掐住孟琴脖子的东西似乎也消失了, 等到了医院刚把孟琴送入急诊, 医生便让他也处理一下自己的脖子, 闻言牛马一愣, 随即他就注意到了玻璃门上的倒影, 在他的脖子上也一条明显的勒痕, 显得十分猙獰, 不过好在经过一夜的抢救, 孟琴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牛马和西巴也在医院守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逃逃来换班, 牛马和西巴一商量, 便决定趁着白天回到那个凶宅, 把他们的手机和帐篷都给收回来, 可等他们到了宅子却发现, 不仅他们的帐篷被翻过, 还有不少东西都遗失了, 而那个留在支架上拍摄的手机也摔坏了, 但两人由于害怕并没有过多的寻找, 收好东西就急匆匆的走了, 回到家后牛马拆了摔坏的手机, 幸运的是储存卡依旧保存完整, 他想着这次预险不能白白受罪, 便想要剪辑出一些东西来做视频, 然而等他把记忆卡插入电脑时, 却看到了此生最为恐怖的画面, 因为在那个视频里竟然记录了他们离开后的全过程, 当时在他们走后, 手机的闹钟便响了起来, 伴随闹钟的还有哒哒的脚步声, 而视频的画面也在这时开始了抖动, 紧接着一只手突然从镜头上面伸了起来, 然后镜头就是一阵天旋地转, 似乎手机被打飞了出去, 大概是手机被这么一摔出现了毛病, 视频就开始出现了各种颗粒和马赛克, 然后一个鬼影猛的就进入了镜头, 只见他的脖子似乎是断的, 整个头以一种错位的方式, 连着皮的拉扯掉在肩膀上, 而下一秒镜头一阵剧烈震动, 大概是被那鬼东西给扔了出去, 然后啪的一声, 画面便彻底黑了, 见到了如此惊悚的一幕, 坐在椅子上的牛马冷汗直流, 很久才缓过神来,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没有人敢再看一次, 因此那次夜叹凶宅的视频, 牛马就只把之前拍到的内容给剪辑了一下, 所以有很多粉丝都反映他们的视频虎头蛇尾并不刺激, 但他们并不了解恐怖的事实, 后来陶桃和梦晴因为那次的心理阴影, 彻底退出了他们的小团队, 而牛马和西巴为了挣钱, 依旧维系着这个恐怖板块, 不定期地找一些恐怖的地方去拍摄视频。 打 谢谢大家